试试 欢迎收看北溪Buddy,我是Tommy 最终做了北溪Buddy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餐厅啊 就会找我来做food review啦 然后做业配这样子的东西 当然不是每一样东西我都接 毕竟北溪Buddy是拍影片嘛 可能如果你只是卖炒果条的话 做影片的话 我就只有单一的产品可以介绍 那就会变成我整个影片 就会有一点点的单调 所以我通常这一种 只有一样产品的我都会推掉 今天来到这一家呢 其实它也是档口 这也是一家茶餐室里面的一个档口 其实他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想要推掉了 但是他突然间 送他的档口的一些食物给我 我就当场说好 我来拍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美食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Go 没有错啦 今天来到的熊南海茶餐室 是他档口在里面的 叫一间叫 长鲜 XO海鲜米粉 然后他的海鲜米粉 不是开玩笑 你看这张照片 你又看这张照片 你在看我的影片 是不是发现到 其实他都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看到他老板 一直很忙的在煮 然后两个人在煮 然后点蛋的也是点到手忙脚乱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生意会这样好 应该是有两把刷子 所以今天就来试一下 他们的一个招牌的 看到吗 他们刚才来的那个 XO海鲜米粉 哎呦 里面的料是多到 好像不手软这样子 有虾啦 有Sotong 有La La 当然先喝一口他的汤 哦 他这边写XO海鲜米粉 除了有很鲜的海鲜味之外 你可以闻到一阵很香浓的 XO的味道 其实我刚才在里面拍的时候 我也是看到我们下那个酒 是很不手软的 所以我现在喝到那个汤头 哦 爽 Pennessee XO的味道 不像外面来讲是XO 但是其实你喝下去 一点那个酒的味道都没有 这个是完全有 一直夹到那些海鲜啊 你就要知道他的海鲜有几多 他那个米粉呢 是粗米粉来的 咬下去很弹牙 现在 因为他们在新年的期间呢 就是1月15号到元宵节过后 他们这个长鲜的档口呢 都会有卖包 1粒8块钱 2粒14块 3粒20块 以此类推 如果你要越买越多的话 他就会算你越来越便宜 当然嘛 我今天是来做夜配的 所以我就有机会吃到这个鲍鱼咯 哈哈哈哈 很过分啊 去找八炒吃鲍鱼啊 个人呢 对鲍鱼那些就比较不太平常啦 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有香啦 含牙啦 然后是新鲜的 水到身心 我都不记得没有口口 也是来一句很重花雕酒的味道 当然它这边是绝对真材实料的啦 因为它刚才讲的XO呢 你就可以闻到XO的味道 然后这个花雕啦啦的话呢 就是花雕酒的味道啦 就是看你喜欢喝Tennessee 还是你喜欢喝花雕酒 如果你喜欢Tennessee 就叫XO米粉 如果你喜欢吃花雕酒的话呢 就花雕啦啦米粉 这么简单 只是我真的很喜欢吃他们的米粉 他们的米粉呢 是粗粗弹鸭的那种 对这种吃下去更有饱足感 嗯 它有喇喇叻 是很鲜甜喔 这个人很可怜 因为他怀孕 他不能吃酒的东西 所以我再吃 Sorry 我已经偷吃了你三粒鲍鱼 很奢侈啊 早餐三粒鲍鱼 做早餐 咦 咸蛋生虾白米粉黄 老闆有跟我讲叻 他这个咸蛋生虾白米粉黄叻 是他们独创的 是他们全马第一间有这一个的 我们先喝一下他的咸蛋的汤 哈哈哈哈 有没有 定住 很香那个咸蛋味喔 所以他这边是这样子的 你叫花雕就很香花雕味 叫XO就很香XO味 咸蛋就很香咸蛋味喔 我知道是废话 不过他们讲的就走得懂 因为有时候你去吃一些咸蛋米粉那种 你吃完下去你都感觉不到有咸蛋味的喔 这个不用你去感觉 你一喝下口 他的那个味道就扑鼻而来了 那个咸蛋的咸 汤头的鲜 说不出的快活 而且你咬每一口咧 还可以品尝到那个咸蛋黄的 那个咸蛋碎这样子 哦好吃 这个生霞你看 你看他的手 你看他的手 诶 诶这个是干杯诶 诶很多诶 OK可能很多人呢 他比较不太能吃酒 像我妈妈那一种人呢 他就是只要吃三杯鸡他也会脸红红 然后会醉的那种 没有用的那种 其实他这边还有两样东西是没有酒精的成分的 一个就是那个鲜蛋生虾白米粉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海王米线 OK这个海王米线呢 它是有一点点辣的 它是用那个辣椒仔去炒那个糖底 然后还有虾啦 还有鸡蛋呢 还有就是海鲜这样子的炒 哦还有干杯 哦还有干杯 想要吃辣一点 比较椰美的的人 吃剂味蕾的人就可以吃啦 怎样呢啊 但是怎样炒到那个 那个汤汁很浓稠 刚才每次有咖奶 哦还有还有咖奶的 所以我刚才吃到它汤汁呢 我就觉得有一点滑滑很浓稠 那个味道很香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一定是有放一点奶 然后有一点点的辣 带出来的味道 这个好吃耶这个 刚才我是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 exo米粉 啊现在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 海王米粉 而且它这个用的叻 是这些粗的米线 更加熟那个味道哦 哦 辣 咸鸡蛋的香味 全部融在那个汤头里面 这个真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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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胃耶 我只有两个选择 鲜蛋和这个 这个这个适合我 合我口味 so米海鲜麦粉呢 还十多费 因为它是即时通胎的 海鲜就全部参加的 因为这个呢 巴鱼酒整辣了 它还十多费 因为很难上下呢 它还很难得到 但好像它可以亚蜜们 亚蜜 啊 这个海鲜麦粉 OK 你看到吗那个老板 其实我一直在这边指示呢 然后我就一直看到 他没有停手的在炒 生意真的很好 好难喔 好难喔 直来了就吃不到好难了 你想一下它卖到这个价钱 然后还有这么多人排队 为了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它东西好吃 所以才会有人排队 就算那个价钱高一点 它们也在所不齐 所以我觉得是值得来试一下的 好 如果你觉得哥布 比你家太远的话 其实它们还有不同的分行的 在不同的茶餐室里面 然后我会在我的影片解说那边呢 就有放他们的地址出来 记得去看 然后找一家最靠近你家附近的 去试一试 OK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like and share 如果你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旁边这边有一个订筒 按下去有最新的影片 你会最快知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by bwd6